我們雷射針灸是2007年引擎高雄長根醫院 在2017年成立雷射針灸中心 那時候是在院方還有我們的中醫部的大力治之下成立的 這幾年來這三年來出入了將近2萬個病患 另外也申請到13個國家級跟院內級的一個計畫 總共發表了20篇的一個STI的錄文 所以不只是在臨床的一個治療方面 雷射針灸口訊肯定 那我們在實證的一個發表上 其實也是臺灣一隻手啦 那這幾年來就是尤其是雷射針灸 它除了是在一些皮膚傷口的一個治療外面 還有一些素後的一些長鼠腮 還有一些卵組織的一些疼後 還有一些在婦科方面的一些減肥 殘後減肥 那以及說一些蕭燦蛾 對柴血症的一個疼痛部分 都有一些很好的一個證明出現 那剛好在運動醫學 這幾天來被大家所看見 那也讓我們的雷射針灸中心 能夠被大家所指向 那其實我們已經耕耘很久了 那也謝謝運動醫學團隊 將我們願意簽成中醫 將中醫能夠結合老鼠中的一個智慧 那以及現在的一些能量醫學 來應用在這些選手身上 那也謝謝郭醫師跟胡醫師 在為這些運動選手的努力 讓我們的中醫被看到 那其實選手還是最主要的主角 那我們很高興臺灣的中醫 能夠在這一路上能夠有所貢獻的 謝謝 其實從上次的奧運就已經投入這樣子的針灸 雷射針灸的運動醫師 是 上次的雨月奧運 其實郭醫師就已經開始在用這方面來治療病患 那當然那時候也會帶一些傳統針灸 後來經過這四五年來的發現說 的確雷射針灸在運動傷害方面 以傳統的針灸來講 對於選手在侵入性還有便利性方面的功效 其實更得到一個驗證 所以我想這也是他這一次奧運會積極使用 這樣一個治療方式的原因 謝謝 謝謝 謝謝